這款都很好聞耶 這款香氛呢 我真的很喜歡在洗衣服之前 就是蘋果自己當天 或是那一陣子的狀況 然後去調一下味道 因為你知道洗衣服、塞衣服 你都可以聞到那個味道 折衣服也會 穿衣服那個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一點淡掉了 可是你不覺得在做事情的時候 有一些那種 你自己舒服的氣味進來 會讓你自己覺得 很...對 我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開心 對,就沒有那麼命苦 我就是比較喜歡清零蘿勒 因為我自己喜歡的香味 是比較中性一點 就是男女都會喜歡 現在這個季節 真的我覺得用清零蘿勒 會很舒服 蠻清爽對不對 很清爽、舒服、很明亮 然後如果我今天就是想要比較 有點耍、憂鬱一點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點性感 對我來講 其實這個味道它有一點性感 對,我覺得這有點性感 它有點成熟魅力的感覺 因為我們最近很常被點台 是那個墨香橙花這個品 所以因為它很香 但它其實不是太濃 像以前我們那種香氛 我們就會買什麼寶貝那個東西 但是就是其實那個有點太濃了 會太刺激 然後我們很多人回饋說 這個味道剛剛好 而且你們裡面的人說 這個味道非常的...有錢 他們說很像是紅包袋的 紅包袋的味道 對,它是紅包袋的味道 等一下,而且你曬衣服有時候 紅包袋 有錢的味道 這是有錢的味道 在選擇上面 其實大家還是要稍微挑選一下 它的成分對衣服是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個其實你只要用一點點就好了 不需要用太多 它就會讓你的衣服有一些些香氣 所以我覺得這四款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我們會看到頭的香氣 旁邊的風景 有了 有,有